傲慢不是歌词 张爱佳 跟谁在一起是注定的张爱佳之前 为LV设计了一款精品行李箱 但除非必要 他几乎从不带出门 毕竟在过去那些年代 拥有LV箱的贵族老爷夫人们屁股后头 总会被随着一票捕从 所以他们要搬约这种又沉又大的箱子 总是有人可以带牢的 然而现代人拿提的动它 张爱佳即使去导戏 也不会随身带上这款名味道 眼香的大盒子 于是这个浓墨重彩的奢华皮箱 就这么被张爱佳摆在家里当柜子 出门在外 他总是一身轻盈 讲解话来 他同样也是娘娘娜娜的优雅轻盈得很 没带半点重量 活到64岁 张爱佳也经历过季度 轰轰烈烈地波折了 但就像他很少提箱子 他也很少提就是 那些素极过往的内心话 都被张爱佳放在心头收得妥妥的 不肠肺带到公众面前 人生体会为迪运拍出女儿私话 然而就像他说的作品拍的是我人生的体会 每次张爱佳出手拍片 电影总是他的女儿私话 将近两个月 张爱佳都赶着宣传自导自言的新片相爱相亲 这不顶弹子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他在两岸都宣传得紧 不过却没显露什么批判 张爱佳悄悄地坐下轻笑 闲话家长地说 我现在有点转不过来 不知道讲话要不要卷舌 在中国 张爱佳习惯把自尾化 回到台湾 他又会把卷起的舌头运贴起来 不过虽然这故事是中国的故事 作品还是带着浓浓的张爱佳风格 谈得仍是女人以及女人的爱情 是普世截然的东西 张爱佳在相爱相亲中 深刻地描绘了三代女人 在感情上的温柔心事 电影今年入围了 七爽金马大奖 张爱佳自个儿更被提名 最佳女主角 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 呼声极高 张爱佳在相爱相亲中 饰演了一个借林退休的国文老师 在母亲去世后 打算替葬在老家的王妇牵坟 一道成立与母亲合葬 然而这是却难上加难 她妈妈并非王妇的正事 老戏古无恋书饰演的大坊老婆 撑着老身底死守坟 就是不让张爱佳动到父亲的 一股 郎月婷演的女儿 微微在电视台工作 家事一闹就闹到电视实际节目上头 所有生命情怀 世代矛盾 都在张爱佳手上取景收放 就像张爱玲笔下 那喜长着狮子的华美胖子 不怎么圆满 却美好的被摊在观众眼前 跨入世代矛盾 展现残缺而美好戏 由三个世代的女性交织而成的 吴燕书演的姥姥 约莫八十岁 九十岁 是上个世代信仰着 真洁排放的旧时代女性 提到这姥姥 张爱佳忍不住笑说 我一见到吴老师的照片 就决定是她了 她知道吴燕书也是个有故事的女人 她过去就是个知名的舞台剧演员 其实出头到北京投靠女儿 吴燕书在文革时期 曾经被吓放 老公后来也走了 一开始 她见到剧本 觉得角色内心太苦 还几度拒绝张爱佳 但我心里有想 法 我不认为这姥姥会苦 她心甘情愿 坦然过了一生 吴老师 我希望你能多了解我一点 折腾了差不多一个月 本来张爱佳都想放弃了 吴燕书却终于决定演了 一次出席活动时 吴燕书说出来的话 让张爱佳印象深刻 她说 导演看上我 是因为我这个老女人的皱纹 皱纹是因为文革下方被晒出来 熬出来的 吴老师说 没想到这些皱纹就为我带来荣耀 你们下集完 只能够